现在是广东佛山下午的六点 找了一个可以给车充电的地方 一个充电桩 刚把车停下 准备在这里充充电 正好今天晚上在这里过夜 突然间我发现 天黑了之后 这些车陆陆续续都开始离开了 然后呢还有两个大哥 一直在盯着我 盯了很长时间了 看见我从车上下来之后 就走过来了 跟过来 一直问东问西的 问了好多问题 可能是出于对房车的好奇 但是对于我而言 总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 莫名的奇妙感 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 我决定不在这个地方待了 还是赶紧离开的为好 虽然说未必是坏人 但是总要人觉得哪里不妥当 不安全 等我上车了以后 这两位大哥 直接也掉头回去了 我总是觉得特别的不安全 想想 大家伙 离开这吧 36G走位上侧 出门在外 还是以安全第一 咱不给别人添麻烦 但是前提是 也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 才能够停车 这个地方呢 是在个山上 本来到了晚上 就没有人特别的清静 我在这个地方停车 我又担心 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所以说 趁着现在还天没黑 赶紧下山 别说该咋是咋 下山这一路上的风景 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时候 正好赶上太阳落山 还有一点点的晚霞 给人的感觉 还是挺温暖的 非常漂亮 如果说 再有几台房车 跟我作伴 兴许今天晚上 我就住在这了 就这样使的 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我一口气 撩到了高速路口 准备先上高速再说 其实要去哪 我也不知道 我只觉得上了高速 可能会有一点安全感 现在天已经黑了 基本上已经看不大清了 我的车没有装ECC 只能上高速的时候 都要走这个人工通道 也有很多人好奇 房车上高速怎么收费的 只要是蓝牌的 跟小车是一样的 收费标准 节假日 小车不收费 这种房车 也是不收费的 也是免费 因为它属于 小型旅居车 上了高速之后 其实我还是挺盲目的 没有方向 上哪呢 我也不知道 就往前开吧 勇往之前 但是今天晚上 要去哪里停车休息呢 我也不知道 你们说今天晚上 要住在哪呢 里面 我 要 谢谢观看